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主持人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带大家来看看地方建设在后疫情时代有哪些突出的亮点 那还有哪些是需要是否加把劲呢 另外还要再带大家来关心一下民生议题 带大家听最基层的民众声音 为您邀请到两位市议员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的余三发余一座 主持人好 韩一远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议员余三发 发哥好 第二位是我们的韩世宇 韩一座 主持人好 余一远好 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市议好 那刚刚说到了 其实地方建设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事情 很多小细节但是带给民众大大的幸福 首先我们要先请教我们的余一座 其实很多年轻人都会反映说 机车练习场真的很不足够 到底有多不足够啊 又有什么样的争取健身呢 谢谢主持人 我想 现在我们接候很多年轻人 像我们反映 尤其现在我们的交通法规改了之后 这个机车的这个考照 那个难度比从前是高了非常之多 所以大家都希望说能够有一个 可以练习的一个场地 那么要去考照之前总是有个地方可以练习 但是好像我们基隆的这个机车的练习的场地 在这几年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 反而减少 所以导致很多民众都跑到细子 跑到外线市 跑到瑞芳区去练习 那基隆当然像那个斯巴罗湾洞附近也是有了 不过遇到那个晚上的话 好像有些人也不太敢去 遇到下雨的话 那个也不能练习 更何况基隆的这个需要练习的人口这么多 这场地不够 所以我们刚刚有一张图片 就是我在议会已经有做了一个提案 但我们韩议员这边也有一起来做联署 我建议我们那个首先 因为我是安乐区的议员 所以我比较明显的很知道说 大五人这么多的人口 所以我希望说像我们的消防局的那个防灾广场 就是高速公路下面这个地方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地点挪出来 来做一个机车练习 当然我在议会已经提案了 我们已经三读通过了 也认为说这个这个提案是有这个有极必要性了 那么希望我们市政府能够重视这个声音 当然除了安乐区大五人之外 我想还是很多地方都需要了 希望市政府能够重视民众的需求 现在考驾照难度高 民众需要练习的机会跟场地 请大家 请我们市政府 让那个多争取一些地方 多建设一些地方 让我们民众方便练习 是 练习机车 这个机车练习场 其实真的很多年轻人都会觉得 哇 好需要哦 因为现在那个考照变得更难了 我们要去问一下 是不是也能够向您反应 是的 因为我们那边的话 像发哥的话主要是西岸 那像我们这边的话算东岸 所以我们在十八罗汉东那边 就有一个机车练习场 那其实也花费了一段时间 那后来我们有很多的 我们热心的民众 那有看到很多的标线的部分的话 都已经等于说都已经没有了 那所以后来又把它机会上去 那提供了我们非常多的年轻朋友们 那常常早上或者下午的时间 都在那边练习 那如同刚刚发哥所说 就是其实我们的机车练习场 是大大的不足的 那所以在这边 市医院也希望说 我们市政府可以正视这样的问题 那而且还要为我们的 十八罗汉东的练习场可以证明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多的民众 那大家在那边练习机车 那常常万一可能不小心摔倒 或是怎么样的话 可是场地的部分的话 毕竟还是大家会担心 那所以也希望说我们市政府这边 也可以来关心这一块 那让我们的场地可以用得更漂亮更好 那让大家练习上面会更安心 那也让家长能够觉得更窩心 是就是要让家长安心 让年轻朋友们觉得有一个地方 可以好好的来练机车 这是很重要的 那当然同样可以带给大家幸福的事 就是如果旁边有一个很棒的公园的话 那有空时间带着小朋友或是三五好友坐在那儿聊聊天 吹吹风是很棒的事情 要先带大家来看我们安乐区有一个十全亭公园 之前的一个公园看起来都是阴阴暗暗脏脏的 但现在有不一样的面貌 我们要先请发哥来跟大家分享 好 谢谢主任 那么我想这个算是带来一个喜讯 那么因为我们就是防疫期间 所以我们地方本来想要热热闹闹来庆祝这个王公验收 我们这个公园已经开始要启用了 那么这个公园我想是大家引领期盼很久的 我想我们这边有准备了一些图片 可以看得出来从前的这些设备 都是我从前二十年前当里长的时候所建设的 那么二十几年前我当里长的时候是建设这些东西 是当时时下是适合的 可是这么久来你看这个公园这个树这么大 里面昏昏暗暗的 那整个看过去就是一堆树 没有什么太大的特色 尤其夜间就这个光线不足 甚至有些地方比较老旧的会有积水的现象 所以整个公园没有什么特色 昏昏暗暗 夜间的这个安全度也受到大家的顾虑 那么经过我们的争取 老实讲这一个是我在这几年来 连续争取了好几年 终于在最近 你看我们这个公园现在刚完成了 现在完成之后不但变得很明亮 整个设施都比较亲民 而且你看人家那么长的一个溜滑梯 也是最利用一个高地差 最近刚完成的 有好多的小朋友都已经 现在到这边来玩了 那我想这个公园现在最重要 最重要是夜间这个照明 已经使这个夜间 大家不敢去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所以我想这个公园 是我争取了非常多年 终于在最近落成 但是因为疫情期间 我们就没有去办一个什么启用典礼 或是说请大家 在地方公园来设施 但是疫情嘛 所以这个 但是要在这边要告诉大家 现在的石家庭公园 你可以看我们影片里面 好多家长带着小朋友 已经去那边 自己办启用典礼了 已经可以开放启用了 对 现在已经有好多人都去这边玩了 现在要告诉大家说 你不只白天去 晚上也可以去 那现在这个公园 我另外一个愿望 我接下来的愿望 希望它是基隆的热活公园 因为我们知道东吴有一个热活公园 它的樱花种好漂亮 那我们这个公园 经过这么多年努力之后 我希望接下来下一个阶段 这么多小朋友在这边玩 我希望以后更多的网美网红 都到这边来拍 樱花也好 或是其他的花也好 只要是适合这边种植的 因为刚刚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我二十几年前 我刚当理长的时候 我曾经在那附近 种了好多的樱花 可是偏偏就只有在厕所旁边 那一株樱花 这两三年开得好漂亮 其他的樱花都不见了 所以会不会是因为地理环境 或者是说这个水分 或是各方面的因素 到时候我们会交给专业的 这个人员来做评估 到底这个公园以后 是要全部来种樱花 还是全部来种其他的什么花 或是怎么样让这个公园 除了现在变得明亮 变得干净卫生 整个环境安全等等 我希望再把它升格升级 把它升级到说 以后是一个特色的公园 譬如说我刚刚讲的 搞不好以后是我们 基隆的一个樱花园 大家可以来这边赏樱花 但是在这里 我要呼吁我们的市政府 因为我争取这几年 终于这个三百多万的预算 只能够把这个公园建设到一半 就是我们刚刚画面上看到的 从阴阴暗暗破破就就 现在已经变成明亮又宽敞 又安全 现在很漂亮 又有一个溜滑梯设施等等 当然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做了一半 因为经费问题 希望市政府在支持 不分蓝绿 来接受我的建议 石川景公园 现在这一边已经飘飘亮亮了 反而把另外一边衬托书 又破又老又旧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这边 图片简单来比对一下说 这个 这些老公园 这是建设前 那么到最后面 还有两三张照片里面 在这里可以看到 你看 还有没有完成 这个就是我们从前 也是我二十几年前 这个我们从前都有建设过了 都有整理过了 可是二十几年来了 这些地方也相对的 跟旁边刚刚盖好那个地方 比起来 这个地方就变着有点破旧 变成 急需要再进一步再去 再去改 去把它改善 所以我在此呼吁 拜托拜托我们的基隆市政府 能够听到地方的声音 赶快着手规划 让我们另外一半的公园 也能够跟上改善的脚步 不要说只剃头剃一半 另外一边剃得漂亮漂亮 另外一边又是劈头散发 我想没有人这样理法的 但是也希望各位民众能够体谅 因为我服务处也接到不少人 我服务处就刚好在这个公园对面 不少人来跟我反应 说你们怎么做事情做一半 只有这边就这么漂亮 很好 这边就这么粗 这么粗 这么阴阴阴阴阴 我向各位报告 我争取了 从上一届到现在 我争取了多少年了 才终于终于终于建设一半 希望市政府能够列入 像中央争取经费或是怎么样 这个上次只有300多万的经费 只做到一半 那另外一半 我这一二十年来的心愿 才了了一半 希望另外这一半 市政府能够接手下去 去中央争取大笔一点的经费 把另外一边这个公园也一起做 不是我们只要做一半 是因为没有经费 好不容易争取到 所以另外一半还没做 在这里向大家报告 请大家体谅 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希望给我们时间 给我们机会 我们继续去争取 把另外一半也都漂漂亮亮 包括我刚讲的 以后要做一个特色公园 搞不好是樱花园 桂花园或是什么园 让这个最适合的东西 在最适合的地方 展现最好的 最美的一面出来 谢谢 这就是民众的幸福感 因为旁边有一个很棒的公园的话 现在疫情时代 我们就是出去走走 在大自然中 那是很舒服的事情 那说到信义区 其实信义区也有很多不错的公园 像是二沙湾炮台 杠子疗 或者是我们的疫症公园 其实都有些微的东西 需要是市府加把劲 再修一修 我们要请教市域 是不是有对民众争取了什么 对 像我们的话 信义区的话 其实有那个 我们的杠子疗的步道的部分 那现在步道的话 有一段的话 也是年久时修 也希望说市政府 在这一块的话 可以加把劲 那之前的话 也有问到文化局这个部分 那文化局的话是有说 现在目前是有 详列在计划里面 那也要跟文化部来 去做一个申请 那另外的话 市域的话是近日的话 因为近日有台风 那所以呢 变成说应该是下个礼拜左右 那这个有 就是等于说 这个市域有向 民政署有建议这个经费 那向下施作 就是有关于说 我们整个步道的 一个税时值的部分 来去做调整 那让我们登山的民众 或者是我们的游客 那让大家行走呢 更加的方便这样子 那当然呢 还有就是我们登山步道的 环境的维护啊 那等等等 那其实非常多 那所以呢 希望说我们市政府 在这一块的话 应该要好好的琢磨 那另外的话 就是有关于我们 伊政公园 那那边往十八路 换动的方向 那有一个串珠步道 那串珠步道的话 其实四月的话 日前的话也有会堪过 那后来的话 是结合我们当地的民众 那大家一起动动手 那一起呢 努力先把这个步道呢 弄得比较好走 那让我们往来的一些 登山的民众 或者是我们的游客呢 让大家有一个 很好的印象 就是呢 我们步道最起码 让大家比较走的方面 比较顺利这样子 那我们也有这个二三弯的炮台 旁边的那个厕所 那最近的话 其实我们很多民众的话 应该会注意到 它就是有这个金刚砂 那分两个不同的 这个类型的金刚砂 那因为放在那边的话 主要是要了解说 它的这个摩擦的耐久的这个能力 那到时候的话 这个我们整个的步道的话 到时候要去做一个调整 因为很多的我们的往来的游客 有在反映说 尤其是下雨天 我们的二烧安炮台的步道 是非常的滑 会导致很多的朋友会滑倒 所以呢是还蛮危险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也要感谢我们市政府 我们的文化局 那以及呢 还有我们市政府的公园管理科 那特别呢 在留意这一块 那当然呢 其实还有蛮多的 其实中正公园的话 像我们的这个天鹅洞那个地方 那其实希望说市政府的话 也要正视这一块 因为近日的话 其实都有在天鹅洞那边 那有关于说它的步道 或者是楼梯 那其实呢 这个损坏的也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也希望说呢 我们除了希望之秋以外 那当然也希望说 我们市政府在这一块的地方 也要琢磨 因为我们担心说 如果说今天步道损坏 或者是楼梯损坏的话 它会渗水 渗水进去的话 就容易有逃空的现象 所以对于地质方面的话 其实是不太理想的 这个是我们的建议这样子 是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这些 很棒的这些风景名声 如果在些微的在修缮完善的话 就会更便民更让民流更清净 而刚刚说到我们的这个 二叉弯泡台杠子疗 还有我们这个疫症 其实都算是有点历史古迹的意味 另外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的是 我们的安乐区 安乐区其实有一个隧道 非常有名 是我们的流民船隧道 听说今年底就可以全部修缮完毕 开放给民众进来 但是是不是有其他的诉求呢 我们要请法哥 好 谢谢主持人 我想正常来讲 以我们这个十几年来 对流民产隧道 对基隆市政府 一再的建议跟争取 如果说依照一般的工程来讲的话 真的市政府我们会打屁股 拖了这么久没有完成 可是针对这个历史古迹 老实讲我们倒是给予鼓励跟肯定 因为慢慢地慢工出细火 你慢慢地修 我们也不会催你 也不会骂你 因为这个流民产隧道 确实当我们开始进行之后 才发现到里面好多宝 里面有很多宝 那我们不催着你完工 你慢慢来把它做得仔细一点 做好一点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历史古迹 可以让我们以后 可以成为基隆一个蛮重要的一个 台湾的第一条隧道 流民产隧道 里面的修复工程 我们非常期待赶快完成 不过据于这个整个工期来讲的话 应该在今年年底 再过两三个月 应该就可以完工开始对外开放了 像各位报告 那时候也因为这个快开放 我也像市政府也积极争取过 几次之后 我们的崇德路 崇德路已经在两个月前 把这个十几年来 没有铺过的这个柏油路 我们都已经把它重新跑铺过了 为的是要让地方 当然有一个平坦舒适的路可以用之外 也希望把一条路铺得飘飘亮亮 准备来迎接游客 到我们流民船路这个隧道来做观光 当然也就是我们基隆 一个重要的历史场景 可是在这里 我还是要再重复的 来呼吁我们基隆市政府 这个隧道附近根本没有停车的地方 只有安一路跟崇德路 几个停车阁而已 那么民众车子如果开进去的话 那个地方根本完全没有停车阁 而且都是红线 没有位置也没有格子都没有 那么将来民众如何来这个地方 你如果搭公车走进去的话 步行大概也要步行个一二十分钟 我想会大大减低民众过来这边 观光旅游的这个兴趣 所以就算你要 除非你搭公车来 你要是自行开车来 根本安一路也没有地方让你停车 我争取了好几年 这个安乐国小地理停车场这个安置 市政府原动也不想动 所以根本附近完全没有停车的这个地方 我问你以后游客来你怎么办 所以我现在赶快呼吁我们基隆市政府 你赶快要去开始做着手规划 当这个隧道开始开放之后 你该让外来客 这些观光客如何到基隆 针对隧道也好 针对全市的这些不方便停车 或者是大型游览车到不了的地方 怎么样去做一个接驳的这些配套 我问你车要停车 人家怎么进去 如果我开车来 是不是你可以规划说 好 基隆市政府给你收一个小额的公车费用 带你到几个景点去串联帮你配套 我带你到流民转隧道 你不用担心停车问题嘛 你可以假设我可以来规模比较大一点的停车 譬如像六有停车场 或者是在某一个地方 然后由市工车去做这个接驳 我这几个景点让他们去观光这些车子不方便到 不方便停 甚至游览车到不了的这些景点 是不是应该来做个串联 或者是趁现在赶快辅导 我们民间有兴趣的人来起建物 我给你这个什么纾困贷款 你去埋布九人八市 我帮你们把这些景点串联起来 以后游客来就由你们 这些基隆市的这些所谓的 譬如说失业人口 或是说有一些单亲爸爸 单亲妈妈也好 这些需要帮忙的人 你就让他们说 后面这个山路给你们去经营 你们去走你们去探 让旅客来基隆晚也会方便 这是我一直在议会 一直在强调 那现在好了 留民团睡觉快要开始 开始对外开放了 游客的停车问题 接驳问题 基隆市政府睡着了 到目前一栋也没栋 一栋也没栋 这个比疫苗的后遗症还严重 所以我想有什么方法 赶快跟我们市政府奠击一下 请他赶快醒过来 我们博物路已经把它铺好了 铺了沸沸在上准备迎接游客 可是你没有办法让人家停车啊 人家怎么来 就像现在的曹靖公园 那个海漂亮啊 草坪漂亮啊 可是车子塞住不能动啊 来的人包括那个彩色屋啊 大家来 高高兴兴来 结果连车子都没办法停 也没有下来了 就车游 然后沿路一肚子苦水 骂在心里口难开 就这样回去了 我不希望以后流氓船路隧道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好不容易争取这么多年 终于把这个隧道修复了 我们对市政府修复这个 我们是非常的肯定 支持肯定 可是对于你们到目前还在睡觉 没有把这个 周边的配套 去做先前的规划跟准备 这一点我想真的要打屁股 我已经在议会提了好几次了 可是到目前真的是文风不动 到在此真的还是要提醒了 针对流氓船路隧道要去规划之外 我希望能够再针对 车子到不了 停车不方便等等 替游客设想的这些景点 比如北比昂 灯塔 还有那个好几个景点 都是游览车不方便到 但是像万步山沙滩也是啊 你就用小车让他们串联嘛 公车来跑也可以 不然你公车一直在看了钱 这个这么好的路线可以 黄金路线可以做 要不然你给辅导我们基隆市的 失业人口让他们去经营嘛 所以市政府赶快动 赶快动起来 不要等到到时候事情发生了 又把游客又赶走了 我想这个我们不愿意见到这种结果 再次呼应 对 像这样配套措施了 是不是还有大五人森林公园 大五人森林公园 老实讲 大五人森林公园也很高兴 我们刚刚完成 刚刚落成剪彩 那么大五人公园这个地方 以后也会是我们是一个 很漂亮 很有卖点的一个公园 那目前来看 今天第一森完成 其实这第一森我们换句话讲 也就是我们争取十年来 就是把原有高速公路下面的那些篮球场 跟儿童游乐设施 就是把旧的翻新嘛 改个名字叫做 大五人森林运动公园的第一森 讲第一森 算了 无所谓啦 可是我在这里再提醒我们市政府 没有错 争取这个几千万 把这个球场翻新 两个篮球场翻新 一个儿童游乐设施 翻新再增设 这个我们肯定 你把它列为是什么 森林运动公园第一森 我们都没有意见 可是有一点我有意见 我一直在说嘛 因为你今天剪彩的这一个运动公园 它不是新的喔 它从前就有喔 所以在要准备规划的时候 我们就曾经建议过了 从前在这边运动的人口很多 他们共同一个新生 附近没有公车 没有公车 那这些运动的人 他又不是来个三五分钟 一打球两三小时耶 这打完之后 这个大小便是难免有需求的嘛 怎么办 没有厕所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旁边的野外嘛 这个是人体真的自然所需嘛 本来就会有这个需求嘛 你没有公车给人家 人家怎么办 只要有兵家超薄啊 就像我们当初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外幕山那个 那个海星游泳池旁边 那个公车一样 你把它锁住 游客来怎么办 没有厕所 只好在公车外面 水地大小便啊 对不对 所以当初我们的建议 市政我似乎没有听进去 那现在好了 接下来还有第二期喔 第二期的森林运动公园 它可能还会有很多设施 包括停车场 包括体育馆 包括一些运动设施等等 各方面会有 那么我们在这边也一直在呼吁喔 四万多个人口数的一个 一个大五轮地区 毫无任何一个游泳池可以用 你现在要建这些运动设施的时候 我一直呼吁 要把游泳池规划在里面 可是到目前为止 市政我还没有正面回应给我们 我个人猜测啦 连变速都起不起来 我还说游泳池 所以我想市政府可能真的是要 多多听地方的声音 像现在盖好了 检柴当时就有民众在反映说 这我们都要有便宋 没有车水可以用 那我们有跟你建议啊 你只是你没有听进去嘛 那接下来第二期的这些规划 拜托拜托 立体停车塔跟游泳池 是地方一致的新生 地方长期以来的期望 希望你在第二期的规划的时候 要听进我们的建言啊 要记录在里面啊 不要盖完字又说 啊 以后再说 那 不好意思 短时间之内 请原谅我们的无能 只好让请各位 又去野外草丛下面上大小便 不能就是不要来打球 不要来运动嘛 你要用 总是会有这个人体需求 这是难免的嘛 所以市政府的在 在这个道人圣灵运动公园的 第一期这边 我们是支持肯定 有一些把旧的全部翻新 这个我们肯定很认同 只是我们的建议 希望你要注意听 听说下方还有一个地方 又要有一个停车场 要准备要招标要规划 希望到时候这个停车场 是不是可以赶快 趁这个时候去配套一个 你到时候一定会外包嘛 招标出去让人家管理嘛 当管理的时候 你是不是让他顺便 附带要管理这个公厕嘛 那让停车的人 让运动的人 让打球的人 跟来这边游玩的这些小孩 小朋友 要有一个厕所可以用嘛 就像当初我们外木山 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是想尽办法 才去突破种种难关 才去把那些公厕给找出来的 当初那些公厕是没收进来的 所以用信 一定要多用点心 去了解明知所需 目前第一期的很明显的公厕不够了 接下来你要盖这个停车场 我希望这个停车场 一定要有这个公厕的规划 第二期 第三期 地方的声音 我刚讲过了 就不再多说一遍了 希望市政府听见我们的声音 能够纳入 是的确呢 这个公共场域旁边 如果有一个公厕的话 那对民众来说 真的是便利许多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的 就是我们高地供水的问题 住在高处的民众 他们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没有水 我们先请市郁来跟大家分享 是 那个有关于高地供水的部分 因为我们长期以来的话 深澳坑地区 那属于比较高地的部分 那所以呢 常常的话我们 无论说这个 我们深澳坑的各社区 那常常都面临到停水 那停水的话 就造成到大家非常的不便 那所以呢 在日前的时候的话 其实第一个就是 我们当时候的 3600吨的这个 丽井江山配水池 那还有呢 东风街的2000吨配水池呢 那现在目前的话 是从单管 那改为所谓的双管 那是因为呢 可以增加我们所谓的 补水的效率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就是说呢 当我们的很多 因为水往地出流 那所以呢 我们一般下方的民众 假如补得差不多的时候的话 那我们再开启 然后让呢 我们上方 住在上方的民众 大家可以优先的 赶快可以补到水 那提供呢 就是在停水的时候 大家停的那个时间点 不然的话 一般的话 我们高地社区的话 停的话都是 可能就是比一般平地来说的话 大概多个大概一天到两天都有可能 那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上面的话 我们希望说做一个改善 那第二个来说的话 就是有关于我们之前 有在处理的 就是呢 我们的这个加压站的部分 那也感谢我们水公司的协助跟帮忙 那有在进行呢 我们所谓的加压站的这个扩建的工程 那我们的深澳跟地区的话 包含新峰街 中正区这个地方 那有两个加压站 那第一个的话 是我们的调和街的加压站 那调和街的加压站的部分的话 有涉及到我们就是其他单位的土地 那这个部分的话 也很高兴 感谢其他单位 那也有突破了 那也感谢我们水公司 极力地在争取这一块 那第二个的话 是我们的深澳坑的加压站 那在哪边 在深溪路口 那微笑台北社区的对面 那这个部分的话 加压站有涉及到我们国有土地 那现在目前的话 也在进行当中 那希望呢 就是在近日的话 就要有一个好的消息 那当然呢 这个加压站的部分 我们还有这个 跟我们的消防局 那有建议就是增设 所谓的消防配水池 那所以呢 就是除了说我们的供水 无余以外 那就是希望说 我们供水效率提升以外 那还有呢 就是万一有发生 可能不幸的一些事故的话 那如果说有涉及到 消防的部分的话 那消防当局的话 可以这个立即性的反应 那刚刚其实发哥有提到 就是公测的部分 那我也非常的有感觉 因为我们那个杠子疗 炮台这个地方 长期没有公测 那其实 常常我们那边都会有游客 所以其实刚刚发哥提到的问题 我这边都感同身受 因为第一个有些从台北来 有个人会讲 讲说呢 那个我们的杠子疗 为什么这个可能 这个接驳车也没有 都要自己来 那当然我们那边的地方 是比较宽框 那第二个就是公测的问题 那我相信说 基隆市有非常多的地方的话 都是没有公测的 那希望说市政府 民生所需 那常在我心 那所以呢 这个部分的话 也希望我们市政府 一定要好好的正视这一块 那尽力的 尽快的 那协助大家 那当然呢 除了说有好的设施以外 当然呢 民众基本的需求 或者是游客基本的需求 我们必须得要考量到 的确 可以看到公测的议题 然后刚刚说到高地供水问题 高地供水真的就是要 极力去解决 比如说像要争取加压战 或者是消防配水器 都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做 那是不是在安乐区部分也有 安乐区部分 很可惜那天我刚好有事情 所以那个 有一场说明会在我们的壮观社区 我那天没有办法赶到 没有去参加 不过很明确的 得到一个讯息 我想在这里我们不分 不分党派 不分色彩来讲 没有说谁特别有做 谁特别没做 所有的民意代表都为了 壮观地区的这个供水问题 我想大家都尽了力了 那么现在是因为立法院这边 有立了一个新的法 让高地供水的问题 现在有获得一个解决 做了一些 就是所谓的这个 出资的这个比例 政府多了一些补助 所以现在很顺利的 要向各位报告这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壮观社区的 这个高地供水问题 目前已经几乎已经定案了 已经可以开始准备要施工了 那大家以后高地供水问题 我想我只是其中一个螺丝钉 我其中一个螺丝钉 大家共同努力 包括我们的不分党派的这个民意代表 都有一起努力 壮观里的这个供水问题 高地供水问题 已经获得一个很好的结果 那另外我要质疑的 比较质疑一点 就是说我在十几年前 在议会 我就曾经提过了 武林街这个地方 大武林地区武林街这个地方 那么他后面 他是那个武林高中 武林国中 武林国中 我们以武林国中来看 我就觉得很奇怪 当时我曾经提议 武林街地区经常会缺水 因为高地供水 但是管委会也没有 所以那时候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说好 在武林国中旁边的这个山上 盖一个大型的蓄水塔 让我们武林街地区 夏天就不会有所谓的缺水吃紧 水压不足 高地没有水等等这些问题 甚至于蝦房酸没有水等等这些问题 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 当初的回应 那我觉得这个跟我们讲的是不一样 就是只许百姓放火 州官不敢点灯 我只请我们这些官府官员 你们在武林国中旁边这个山上 盖一个蓄水塔 让民众有水可喝 就这样而已 这个小小的火 小小的灯 我们市政府不敢点 但是这几年来你看 民众竟然在那边放火 什么叫放火 你注意看 现在那边通通盖大楼了 盖别墅盖大楼盖了一大堆 水塔不能盖 大楼别墅可以盖 我就觉得很奇怪了 为什么建商可以在那边放火 那我们的这个官员 不敢在那边点一个小灯 盖一个水塔 所以我希望基隆市政府 不要只是发建造 也应该盖蓄水塔 让高地供水这些人 有水可喝 武林街这个地方 希望我们市政府 不要再只发建造 发一张执照 给资产水公司 可以盖一个蓄水塔 造福百姓 好不好 不要只造福那些建商 所以就是关心完水的问题之后 再带大家来看的是 我们的公车议题 公车这个问题 大家比较好奇 比较关心的就是老旧公车 到底太患旧心了没 那我们快来看看 你们这个讯息给的错误的太离谱 差距太大 提醒你们了 已经隔了这么多天 你公车处的业务报告到现在 应该有七八天跑不掉了吧 我们几年没买公车了 因为108年当初是要申请这个电动公车 那公路总局因为他申请 以后他省了没有核准 所以没有办法去购买 那109年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公路总局没有补助 所以两年没有购买 这些老旧公车怎么办 基隆市民搭公车在恐惧当中 公车的一个安全跟品质 我想这是市政府责物旁贷 我想也是我们一直以来要求的 那第二个是在今年 应该会有七部的一个新的公车的一个申请 那第三个 这可能要跟你稍微致歉一下 刚刚我询问我们公车处长 他们有紧急采购了两部中型的中古公车 这一部分我的确不知道 那这个公车处也的确没有报告 所以我想这一部分应该公车处 我们会深切来就检讨 现在的定位你也明确讲了 它是一个事业单位 但是却执行着社福单位的一个工作在亏钱 我想使用者付费这个精神 是不是我们应该要重新做一个检讨 以使用者付费的精神来讲 社会福利是不是应该由社会处这边的编列预算 来付钱给公车处做社会福利嘛 学生票的这个价差 是不是教育处你应该编钱 来让你的学生享受这个学生票的价差 而不是一味的让公车处来扛 扛到最后一直亏 一年一年亏 亏到现在已经够要多点了 针对使用者付费这个精神 我想听听市长你的意见是怎么样 公车处的一个亏损 其实通通必须要由市政府来担保 公车处去借钱 他是早就借不到钱的 从我上任的第一天开始 他就借不到钱 是因为市政府的担保 所以才能够去做这些借贷 所以刚刚在讲 我们会设法去把公车处的这些亏损 还有他累积的一个负债做处理 可以看到从这个态患救星 或者是负债的问题 其实市府他们也都知道 都一直在处理 那刚刚说到态患救星 不知道目前的进度 到底怎么样呢 法哥 好 谢谢 那么这个议题 我想当初也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跟回想 市长可能是当初 可能得到的资讯是有错误 他是在议会回答我们说 基隆市这个公车都很新 老旧公车超过十年的公车 只有六部 我说怎么可能 我就一直问他们 后来再给市长 公车处长一个机会 他也没弄 交通部 交通处长也没回答 好 现在交通处长也换掉了 现在到了议会 我在问市长的时候 市长说好像十部 其实我告诉你 我手上有资料 清清楚楚 几年几月车牌号码 我都可以告诉你 那时候不是他们讲的六部 或十部 正确答案是三十三部 三十三部 可是那是 我告诉你那是去年 刚刚那个影片是去年 我要告诉各位 去年我就提醒基隆市政府了 你现在三十几部公车 你继承六部或十部 错的已经有离谱了 实际上三十几部 可是我去年就提醒你了 到了今年2021年 下半年度 你的老旧公车 十年以上老旧公车 就会变成五十五部 因为今年又多了一些公车 超过十年 那基隆市的所有的公车 才一百五十几部 你就占了五十几部 五十五部 换句话讲 我们基隆市的公车 三分之一以上 都是老旧十年的公车 那么刚刚市长在 那个那个 那个乌西亚那个里面有提到 基隆市政府有申请了七部公车 我向各位报告 有申请不一定表示会有 因为他每年都有申请啊 这个我有去彻底了解过啦 你现在那个 这个一般的公车啊 不再补助了 他现在只有补助电动公车 所以你是 怎么讲呢 安慰自己啦 我有申请啊 可是没准啊 对不对 意义不大 你基隆市如果要有新公车 我告诉你遥遥无期 永远你的公车越来越久 去丁 买你落你嘛 我不要送去丁上的事情了嘛 我要告诉各位 现在公车如果不补助 基隆市就绝对不可能买到公车啦 那他现在补助的是电动公车 你基隆市政府 永远不可能有电动公车啦 为什么 我们的现在公车在停放的地方 都不是我们基隆市政府自己的 我们自己的修车厂 公车的修车厂 现在已经签掉了 撤掉了 那个土地现在住人家停车 以后说盖市政大楼了 公车住下来 你没有自己的场所 没有办法去建置 你这个公车充电的设施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当然请不到补助嘛 现在中央要补助你买电动公车 你当然你有申请啊 可是你不无标准 就又被推回来啊 又不得啊 所以短时间之内 我们基隆市都看不到新公车 那么这些公车是日益老化 我要向各位报告 这次是书面总质群 因为疫情 要不然我还要告诉 我还要再问市长 刚刚这个画面里面就有讲到 市长还是会说 对于议员我觉得表示抱歉 我真的不知道基隆 又买了两部的中古公车 我要告诉市长 你道歉完啊 过不了几个月 你知不知道你的公车处 又买了三部中古车 为什么 因为有一部十六年 有一部十七年了啦 他肯定买一部十年的来 回来把这个十六七年的换掉 这样平均年龄会比较轻一点 比较老化啦 所以他又买了三部 老旧公车回来 二手公车买了三部 好像据说啦 三年好像花一百万了 你是买了老旧公车 回来凑凑数 把那个十几年 十七年十六年的公车 稀释下来 平均年龄不要那么大 可是我告诉你 超过十年都是老旧公车 基隆市三分之一以上的老旧公车 你现在用这一个 狸猫换太子 用这个方式来转移交点 把十六七年的换掉 换成去买三部中古的 回来把它换掉 基隆市可怜啦 三十八千万的中古车 这样买回来 乱与充速 听说还有一台 现在还在修车厂里面 买回来之后是变成 还在头痛啦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在唱衰 我们的四公车 四公车确实是我们 每一个都市发展 一定要给民众的一个民生必需嘛 我刚刚在画面上我有讲了 公车处不应该去执行社福工作 换句话讲 民主府你们市政务在做 老人坐车不用钱 小孩坐车半价 等等这些福利都是你们在讲的 可是谁在负担 公车处负担 每年你如果因为让老人搭免费公车 让那个学生搭半价公车 这些是由比如说那个长辈 长辈的公车是应该由社会处 你的社会福利嘛 社会处 那学生的搬家公车是教育处 如果你们这些单位 你想执行这些工作 我们当然赞成啊 可是你不能只出一张嘴巴说 我要给民众福利 可是不好意思公车处 你来扛 亏损大家来骂你 这个公车处多委屈啊 如果他不要替你负担 这个社会福利的这些开销 跟不要负担教育处 学生票的优惠 如果他不负担这两种东西的话 是由你们自己单位 自己来出的话 那公车处就不亏钱啊 所以我认为说 我还是在强调 社会处应该要改变 编列预算 我付钱给公车处 来优待给这些长辈 搭免费公车 而不是公车处 自己吞下来这个亏损 然后社会福利的 这个口碑是市政务在做 公车举债快倒闭的这个罪名 由公车处来扛 然后到了最后市政务才说 市政务拨一点钱帮帮你 来解决你的亏损 这个颠倒了 应该是使用者付费 社会处给钱 你去执行这个社福卡又会 那教育处给一点钱 学生搭车又会 如果你们这些人出嘴也出钱 公车处就不用这样亏损了 公车处就可以快快乐乐正常营运啊 所以我想回到原来的议题 老旧公车 市政府要赶快设法的 你看要请立委跟中央找地 柏尔财产地或是市政务有什么地 可以让我们公车可以设置 所谓的充电 这是未来的趋势 以后一定是电动公车 那现在电动公车 人家甚至有些县市 已经在发展无人公车 无人驾驶公车 你基隆市政府永远不可能有啊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这个地方嘛 所以你永远不可能申请到电动公车嘛 中央不补助 你地方就买不起了嘛 你这家公车 你根本买不起嘛 所以我们未雨绸磨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公车 一直在老化 公车跟我们人不一样啊 人一直老 当然没办法啊 但是公车是 你只要一直开旧关系 哪怕会老 所以市政府要赶快出手了 要赶快动作了 去筹划了 怎么样让我们公车的年龄 不要再老化了 现在已经三分之一 都是老旧公车十年以上了 刚刚影片各位有看到 在咨询的时候 公车处长答不出来 交通处长主管机关也答不出来 连市长本身自己也答不出来 我可以很明确地保证 我手上都有资料 车牌号码 厂牌 年月日 我都有 基隆市到今年底 会有三分之一的公车 是超过十年以上的公车 希望事务努力 各位搭车要注意安全 除了看到我们的公车 说他们的安全问题 还有他的营运问题之外 另外要带大家来看的是 一些大型的交通工具的路线 我们要请示威 其实我们公车的部分 如同刚刚还是在赖上面 也有很多民众有在反应这个部分 对 因为我们的话本身的话 现在目前的话遇到一个问题 其实也算两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客运公司 那很多的话 其实也有很多民众有反应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班次 有关这个国光号的1813 那现在早上6点15分这一班 并没有开 那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基隆客运 R66 那R66的部分的话是从七堵 回来我们新医区跟中正区 那这个部分的话在下午大概4点多的这一班呢 并没有恢复 那现在目前的话也都在 积极地在跟他们磋商 就是希望说呢可以不要影响到我们这个大众运输的这些民众 尤其我们基隆上下班的民众是非常的多的 几乎超过一半 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 市政府的话也要参与协调的过程 因为不能说只有我们这个市议员本身呢 来去做这个要求 那当然呢也有很多民众 也有提到说这个如同刚刚发哥所说的 就是我们公车的这个车零的问题 因为现在民众就有问过啊 他说因为我们这个新医区的话 很多都是我们的这个中型巴士 那我们中型巴士的话 这个一般的话它的车零是4到15年 那但是也一段时间都没有再换了 那也有跟这个我们公车处的处长 那他也很负责 那他有讲说现在在准备 陆续都要做一个态换 那也希望说呢能够赶快的来做态换 那如同呢我们刚刚我们神拜所讲的 第一个的话就是未来的趋势 电动车 那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 那包含说我们基隆本身就地狭人稠 我们相关的一些地方 能不能拿来去做所谓的我们的充电站 或者是说有我们的这个公车的一些停靠的地方 然后第二个来说的话 那本身的一些市公车的部分 如同刚刚所讲的 那我们是几台这个旧的最旧的中古的不能用的 那换几台好像还可以用的 但是也是中古的 那这样换的话 其实只是偷换概念而已 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那反而呢也是有点浪费了 整个我们民众的名字名高 我就是觉得这样是不太理想的 所以呢其实要正视我们这个公车数的亏损的问题 那就如同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那是不是我们既然市长 在定义我们的这个公车 是这个社福公车 那是不是相对应的 我们很多的局处就要support我们公车处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所以不是说只有嘴巴的我支持你 而是行动经费各方面来去支应我们公车处 那不要说让我们公车处 变成一个民众大家的一个剑拔 我觉得这个才是有为的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我想我们也都有去慰问了相关的这个防疫人员 确实要感谢你们 那个因为你们的辛苦 让我们的防疫工作可以大家做的 在基隆来讲的话算是可 很好可以被称赞了 所以希望说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讲的 那天新闻所报道说我们不是反对国产疫苗 我们是反对还没有经过国际认证的疫苗 而不是说我们反对国产疫苗 希望我们的市府在甲把劲赶快把这个疫苗接种的 这个种种再继续做到最完善 那让我们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后疫情时代 我们所需要的振兴 刚刚我们就在说这个五倍券 现在刚准备要发行了 希望市政府可以结合各相关单位 在台湾做一个事半的县市 把五倍券发挥的最淋漓尽致 希望我们多花点心思 把五倍券这个怎么样 让民众用的最好对基隆带动的最多 我想基隆市政府还没宣布 我期待你们宣布好消息给我们 在这边做一个呼吁 那么还有再来一次就是再一次提醒 工业区是基隆工业的命脉 希望我们市府能够让我们工业区 赶快照册优先施打 万一工业区里面有所谓的疫情 大家都停摆之后 基隆工业就要中断了 所以工业区再次提醒 真的要让工业区的这些优先 赶快照射施打 因为现在补给率已经四五成了 这些人赶快让他们也补给吧 这是我以上的一些建议 是 我要请市立 是 那个市立的话 其实有对于这个疫苗的部分 因为我们其实提 就如同刚刚发哥所说的 我们提这个案子 其实主要的话第一个就是说它是我们希望说国际认证的 那主要的话就是世界卫生组织 那大家认证的疫苗我们打得才会比较安心 因为其实最近的话包含说头条新闻或者是各方面的新闻都有发生说 我们无论打高端或者是打一些其他的疫苗 那有发生一些事故 那其实我们一直很希望说不要有这样不幸的事件发生 而更希望呢我们的政府的话 如果呢我们国人打疫苗 那万一发生事情的话 那政府呢能够在这个市民朋友们的身边 那协助市民朋友们 我觉得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个的话是有关于说 我们这个现在目前施打疫苗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市场摊贩 他们才打第一剂疫苗 所以呢应该要尽快的补足 这一些所谓的打第一剂疫苗的 我们的市民朋友们 那包含说呢我们很多长辈 已经两个多月都还没打疫苗了 那所以呢现在这个 目前这样一个状况 是希望说政府要赶快的因应 而且赶快面对 而且赶快要执行 赶快呢让大家呢第二剂可以补足 因为现在目前是确定Delta也来了 那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 我们的市政府要怎么因应 那有关呢我们所谓的五倍券 那当然我是建议发现金 那五倍券现在发行 那目前的面额是200块 那200块的部分的话 那他没有所谓的100块 或者是50块或10块 那是不是我们市政府 要怎么样去帮忙我们的摊贩 我们的市场的业者 或者是我们一般的 我们的小吃的业者 那怎么样去包裹在一起 然后让呢我们这些摊贩们 大家呢也可以享受到 我们所谓的五倍券的红利 我觉得呢这个部分 市政府要仔细深刻的来研究 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发言 还有我们的市业 带大家来看到 我们生下的真正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 在疫情之间 我们地方的民众 为地方的民众 争取了很多的建设 那相信呢 今天在节目上所提的建议 市府提到之后呢 会让我们的基隆 改善之后会变得更好 谢谢两位益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谢谢大家 营养化碳终结者 那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一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改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呼气酒策值 达零点二五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 年满十八岁的同车乘客 三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 为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口罩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用日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了 一九六六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 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 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才 建议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务 让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付单两百元就可以了 两百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耶 谢谢 随大煮吧 好喔 走 小心要小心 您前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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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走了 妈 哥 你赶快打电话啦 救护车 在一九六六的协助 从赋能照顾服务的协助 以及我的高血压 高血糖 都在营养师的照顾下 都一一得到了帮助 现在 我要跟我的孩子去庆祝咯 营养化碳终结者 能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 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 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嵌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改用电热水器 能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我快撑不下去 一九六六 我是个案管理师 是来协助您规划 需要的服务项目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 真的很需要帮助 你偶尔会需要储材 建议您可以使用 喘息服务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每次只需要负担两百元就可以了 两百元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没有人照顾 真的很棒 谢谢